到了到了到了 嗨大家好我是威力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大家有看過我頻道的人都知道 我是身為台灣特斯拉Model Y的第一批韭菜車主 所以我就身為擁有特斯拉Model Y半年的情況之下 我是連一次車博都沒有 這次受到我朋友的邀請來到他們家比較隱秘性的 算是私人露營區 我就想說開著我的特斯拉Model Y來試看看 像我身高180公分以上的超巨大男子 到底睡在Model Y裡面是不是真的舒服 我們就來試看看 那麼這一次也算是我跟Model Y的首錄 所以我就非常的簡單帶了幾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露營椅 再來是最重要的就是床墊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Model Y的床墊真的要好好挑選 要不然的話其實就算你在Model Y裡面有冷氣吹 有露營模式 但是床墊不舒服 你還是會覺得在裡面睡得沒有像在家一樣 那麼的好睡那麼好入眠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這一款 Aero Go Go Model Y自動充氣頂級床墊 你看它其實就隱藏在我Model Y後車廂的側邊的這個置物空間 你看它有多小 收起來其實就跟一個A4差不多 那這是正面就是側面 真的是非常的小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 就是我跟我朋友借的這一款 非充氣床墊 但是它最擠最擠收起來的空間 你看差多少 就是一般傳統的床墊 對所以它基本上它在怎麼收納 它還是有很大的頂級 那你看像我平常收納起來 已經算收得很好囉 這個我還是要放在我下面的 那麼大的置物空間 你看 是放得下去啦 但是你看它就已經佔滿了我的 整個下面的空間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Aero Go Go自動充氣床墊 一顆你對 它就放在這邊而已耶 有沒有 超輕巧的 它可以放在我Model Y旁邊的 隱藏置物空間 這邊就可以比較出來 Aero Go Go Model Y自動充氣床墊 它的收納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輕巧 聽說這一款床墊整個安裝起來的話 只要150秒 超厲害的 那我們就真的實測看看 是不是真的裝起來這麼輕鬆呢 如果真的這麼輕鬆的話 我真的覺得超適合我這種懶人的 有掛鉤的是靠車子的內側 然後充氣胖埔的是在這邊 然後照理上來講Logo是朝上 所以充氣胖埔這邊兩個也是朝上面 那我現在就來計時 那是不是真的150秒就可以安裝完成了 那首先可以看到 它就是直接硬的地方把它打開完之後 有一個開始自動內建的Pump會抽氣 那我們記得要把抽氣孔給打開 打開完之後直接按 它就開始抽氣了 那我開始計時囉 好 那我就來計時看看 它是真的150秒真的會充氣完成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那我再講一下 這個就是充電筒 然後抽氣孔 它其實已經慢慢有點沉醒了這樣 這時候可以幹嘛呢 這時候就可以喝個飲料 稍微輕鬆一下 就讓它自己打氣就好 現在已經是2分15秒 真的滿飽的耶 據我的了解的話 雖然你充超過2分半鐘150秒 我印象中它有安全裝置 所以充超過了其實也沒關係 那現在我們就先把這個抽氣孔給關起來 然後順便把碼頭給關掉 接下來 OK 然後它旁邊有兩個掛口 直接掛在這邊 直接掛在安全帶扣這邊 因為床間就不會整個塌下去了 可以再拉緊一點 剛剛在外面整個爆汗 我還是進來Model Y車內 床墊休息一下 那這是我剛剛佈置好的床墊 那這個床墊其實還不錯 它有附一個高起來 大概14公分的一體成型的充氣枕 這樣我們就可以不用帶枕頭了 再來是它這種輕膚的材質啊 真的是摸起來滿舒服 那不會說一般的充氣床墊會比較黏 會黏身體這樣 對 而且它的聲音基本上也是 採用靜音的裝置 我的朋友現在在外面布置 露營了 我現在看出去的景觀是什麼嗎 其實滿舒服 滿Chill的 嗨 現在已經到晚上了 剛剛稍微自己睡了一下 現在我就邀請我的朋友一起來睡 這位爆牆小瑞 是我們S100的團員 嗨 請問你身高體重是 178 84公斤 哇靠你也太誠實了吧 我會幫你打8X公斤 好 80幾公斤的爆牆小瑞 那我90幾公斤 這樣加起來的話 我們就是有170公斤 178公分大概180公分喔 你整個已經睡到頂了喔 你看它 在這邊底部 還是有滿大的空間喔 所以代表它這個床墊應該超過190了喔 喔 自己本人也要上去囉 看看這個床墊的耐重性怎麼樣 190公斤 這樣我們體重是多大 170幾 將近180 我覺得它氣體真的滿薄的喔 整個床墊現在是170公斤 然後 氣還是非常的薄 完全沒有塌陷的感覺 那麼這款床墊還有支援Type-C快充 充滿電 可以充氣加排氣各十次 可以使用特斯拉後面的充電孔 只要直接插入電源 就可以輕鬆充電 不需要移動床墊 另外還有補充這個產品 回IP68的防潑水 如果不小心潑到水的話 也可以輕輕的用布擦乾 就完全沒問題 那其實呢 這款床墊也不次只有適用於車伯 像我們一般露營或者是野餐 想要用這個充氣床墊的話 也是非常的適合 現在是半夜2點08分 今天的露營算是 覺得有點熱 所以 我還蠻長一段時間待在車上的 因為 有這個 非常舒服的充氣床墊 我下午充晚氣之後 馬上就稍微睡了一下 那我的朋友 抱蔣小瑞也來睡了一下 那他說一躺下去之後 他整個直接睡 睡著這樣 我想說真的那麼神奇 因為就我所知 他也是一個 對睡眠品質滿注重的人 但是他真的是直接到特斯拉車上 睡了這個充氣床墊之後 他說他是整個完完全全的睡得很沉 嗨 剛睡在裡面怎麼樣 我剛剛完全都動不了 完全整個入眠了嗎 對 很熟睡那一種 很熟睡那一種 睡很沉 睡得很沉 那我睡醒之後再跟大家 分享一個 比較完整的 那個使用心得 我發現 特斯拉真的是滿適合露營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現在這麼晚 然後我還有燈光可以補燈 因為我靠的就是 前面兩個補光燈 這個揉光燈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把這兩個打開之後 就是現在照在我臉上的光 就滿柔和的 而且這個燈光也滿適合來錄影的 OK 那大家晚安囉 掰 太早 我們現在不小心睡到8點半了 昨天我的朋友抱翔小瑞 他也想要體驗在特斯拉車上 這種車速的感覺 所以昨天他也跟我一起睡在特斯拉上 那他昨天就睡得滿舒服的 那現在他還在睡覺這樣 現在外面的天氣是整個已經 只能說這次的充氣床墊真的太舒服了 你看一體成型的枕頭 兩個大人睡在這個充氣床墊上 一如既往的非常的穩 而且你看他整個可以非常的貼合在我的前座後面 然後他整個非常的貼合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穩 就是因為還有這個掛勾的設計 我昨天睡在這邊的時候都覺得 好穩喔 以前睡在這種空間的時候 前座跟後座中間的空間的時候 因為下面沒有電嘛 所以他都會沒有支撐感這樣 但是他有這個掛勾之後就滿有支撐感的 再加上他這一組Model Y的充氣熟墊 他其實是滿貼合這個車型的 他完完全全非常密合 整個Model Y後面的車體的形狀 好OK我們睡了一整晚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收床墊 那收床墊的話 這邊是AeroGoGo自動充氣床墊 它的泄氣秒數是90秒 我們就來試看看 昨天安裝的時候其實滿快的 最重點就是收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那麼快喔 等於是這個床墊就超級方便了 我知道出門安裝跟整個收拾都很方便 要收的話是從這裡Out這邊 先把這個旋鈕轉開 它其實只要轉開它就 蠻快的耶 現在才30秒而已耶 它整個都已經 就平了 官方說的90秒 其實也不到90秒 它就抽了差不多了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個程度這樣 然後我們抽完之後 就直接把它對折再對折 收起來應該就可以了 好 選完之後 我們就把它收到 你懂嗎 AeroGoGo的袋子裡面 我這個收完了 超小的 我之前的充電 放在這邊 這麼大一咖 這一次的床墊 放這邊 你看 東西感差太多了 嗨 那我們現在已經在 回程的路上了 這一次我試用了 AeroGoGo Model Y 自動充氣床墊的使用心得 一開始我是一個 不是那麼喜歡露營的人 露營我都覺得 好像還要在搭帳篷啊 或者是一些安裝 有的沒有的很麻煩 或者是在車上睡得不舒服 但是這一次我用了 自動充氣床墊之後 我發現真的蠻方便的 當我露營的時候 只需要帶輕便簡便的露營用品 那一起床墊 那我昨天跟我的朋友一起睡 玩這個床墊之後 都是非常舒服 那半夜也沒有睡不著 醒來 翻來翻去的 我們就是直接一覺到8點 我們兩個都是超過180以上的男生 下去睡 那我們體重架起來大概有 170公斤到180公斤左右 那這樣睡了一整晚 其實也都蠻OK的 所以代表說這個充電 在兩個大男生的翻滾之下 那Model Y的空間 也很適合兩個大男生 在睡覺 真的是 蠻讚的 對 那這是我的體驗心得是 他這個床墊睡起來 第一 安裝很方便 收納也很方便 他睡起來的支撐度 真的非常的夠 你可以想像我們兩個 這麼超巨大的男子 然後睡了一整晚 大概睡6個小時左右 那他的氣都還是非常的飽 我會因為睡久了就會泄氣 那這個支撐的承載力呢 是我這次體驗以來 讓我最驚豔的 因為以往的 就算是非中期充電的這種 矽膠充電 像我們這種重量的話 就很容易 到底喔 我們就會覺得 底部硬硬的這樣 因為他的彈性 不夠支撐我們的體重 對 但是這一次 這一款 Aerogogo的自動充氣充電 它是完全可以支撐 像我們這種 已經算是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涵蓋的重量都可以了 我覺得我們算在這裡面算蠻重的喔 OK 那 程度剛剛所說的 除了承載重量讓我非常驚豔之外 他的這一款床墊的輕膚感也不錯 讓我感覺非常舒適 不會有刺刺黏黏的感受 我相信大家也有跟我一樣的經驗就是說 這種充氣床墊啊 比較怕的就是會刺刺啊 或者是會刺刺的 你有沒有感覺刺刺的 這種充氣床墊最怕就是會有 黏黏的啊 或者是不舒服感 或者是你的身上有一些小異物 就會感受到那種異物感 這個床墊是完全沒有 但我覺得昨天一整晚 滿舒適的睡眠 那還有一點就是它 非常的安靜 充氣床墊最怕的就是 會硬碗碗那種的 但是昨天一整晚睡下來也是 滿安靜的 畢竟我跟我朋友都滿怕吵 而且我們也滿注重睡眠的 所以說 這款床墊 經過我們兩個測試 我們兩個都是給滿分 那麼這款Aero GOGO Model Y自動充氣床墊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到摺車募資平台上 平台網站去做購買 那麼以上就是我第一次跟Model Y 外出車伯首錄的 第一次的經驗分享 我只能說床墊真的很重要 床墊的好壞就決定了你這次露營的成敗 所以有了這一次還不錯的露營體驗 那下一次我也會挑戰到其他地方去做車伯 再繼續分享給大家 那麼這一次的露營就到這邊喔 那有沒有其他Model Y的車友 可以推薦到其他的露營區啊 或是其他的地方 滿適合車伯的 也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討論 這一次的充氣床墊呢 我也是很真實的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會把我自己親身體驗過 AeroGoGo頂級充氣充電的使用心得跟感想 分享給大家 最後喜歡男生穿搭 以及特斯拉的電車生活的朋友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追蹤威力的IG 現在真的天氣超級好的 真的非常適合開著Model Y出去露營喔 我是威力 下次見 Bye 啦 你看 這邊